大家好,我是旭亮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UFC裁判员Mark Smith的故事 我今天听了他和Joe Rogan的一个播客之后 我觉得特别值得分享 您不一定非得是UFC的爱好者 甚至说古灰级的粉丝才能听这个 事实上我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工作本身的这个内容和其中的一些哲学 可能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有启发的一个事情 好吧,我就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这个秀 Joe Rogan秀和这个Mark Smith这个人 OK,就简单给大家一个印象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Mark Smith也好 Joe Rogan也好 他们都是非常articulate 就是他们说话是非常非常准确 而且思维非常的敏捷 就是一个裁判员这样的人 他们的素质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觉得说什么是UFC呢 我为什么要谈UFC 其实UFC我本身并不看得很多 但是我觉得说我关注他开始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美国的事情 就是说美国他是持续在不停的向这个全世界去输出很多他自己的文化 我觉得UFC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吧 他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非常phenomenon的一个体育竞技活动 而且他所带来的这个商业利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UFC呢字面意思就是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终极搏斗锦标赛吧 就这就这么一个意思 他他这个公司吧 我实际上就是说要干什么呢 他要推广的是一个叫MMA的运动 也就是mixed martial arts混合格斗格斗数吧 就是他们专门就是推广这个竞技运动 本身然后赚这个钱 每一年他们营业额差不多就是说现场门票啊电视转播啊 然后他们的official这个官方的产品的这些endorsement广告等等 几十亿美金的流水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就是Mark Smith 他是以前是一个服务于美国空军二十多年的一个退役的军人 他实际上是履历是非常非常impressive 我给大家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他的照片哈 稍等 这就是Mark Smith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美军空军 有一个非常有名叫Soundbirds的一个分队 他们这是一个专门表演飞行特技的这么样的一个空军分队 他就是那个表演分队的飞行员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荣誉啊 那后来他退休之后呢 因为他本身一辈子都挺喜欢这个格斗的 也自己训练过 比如说跆拳道啊 然后摔跤啊等等 拳击等等 所以他就后来退役 就当上了这个UFC的一个裁判员 那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当一个这个裁判员 这能有多少钱的是吧 我还是真查了一下哈 就是说如果你是个Rookie 你是一个新手哈 业余的裁判 一场比赛可能也就有两两百块钱 那但是当当你做到像Mark Smith这样 能够去去去裁判一些非常非常抢眼的重要的比赛的时候哈 出场费就差不多一场是1000美金到3500美金都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说按照一年下来的一个 因为UFC的比赛其实数量非常多 他每年要线下做500多场活动 也就是平均一天要差不多两场的活动 而且一场活动不只是说一场全赛哈 他是可以是很多个很多个比赛 所以这样的一个职业裁判 他们的年薪也差不多可以到一个呃一年25万到35万的一个收入 在美国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吧 那他这个播播客中和周六跟聊的这些东西啊 我最觉得说impressive的地方 就是说我没有想到这个工作对人的要求有那么的高哈 他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哈 首先我我是觉得说对这个判断力的要求啊 就是说他要去在电光火石的这种搏斗之中呢 去去去判断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处于一个劣势的选手 他是不是有可能已经失去了他防卫自己 也就是智能的 他失去了他智能的防御自己的能力 这个时候裁判员就必须得去进行干涉终止这个比赛 那同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dilemma的事情 因为就是说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说 所有参加这样的一个竞技搏斗竞技的选手 他们都是非常competitive的 他们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较早的话 你就说OK 其实他还觉得自己还可以承受更多的打击 他只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过早的去提结束了我这个比赛 认为我是失败的呢 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比赛的一个巨大的遗憾 对选手来讲如此 对观众来讲那就更是如此 因为观众本来就是想看的是一个终极的这个搏杀啊 这种真正的肉体上的这个身体上的这种对抗 技巧上的这种对抗 以及就是说这个不同的选手 在这个抗击打能力上的这种表现的卓越的话 人的这种体能的这种极限 所以他这个工作非常难做 几乎所有的裁判都曾经被就是说 大家觉得这个你误判了 他人家本来还是可以再挺挺过去的 你就把这个比赛结束了 但这个Mark Smith据业内人讲 就是他目前还没有人认为他曾经误判过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 就说明他的判断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同时这个其实这个工作对人的一个沟通能力 是非常要求高的啊 他不但是说要去在比赛当中 仔细的去去看到 就是说这些选手们的状态啊 然后他同时也要仔细去听这些选手 是不是会发出一些不正常的声音 或者是他们的肢体语言呃 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信号 那同时其实他也承载着一个 就是说你也要躲避镜头啊 你也要想办法和对方的一些 比如说教练啊 甚至场边场外的一些医生啊 时时刻保持一个沟通的状态 这这个是一个多项多项沟通的一个工作啊 特别是说他自己其实也需要一个相当多的一个体能的一个素质啊 虽然说他不像选手那样去大规模的消耗体力 但是他得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应激性和这个反应速度 以及抗击打能力 因为其实他经常是需要跑 用身体去介入两个正在高度对抗的人之中 才能想办法把这个比赛去真正的结束 甚至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反关节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另一个选手已经submit 就是说他已经认输的时候 他得有一个技巧 就是说用一个办法能够保护住这个已经被控制的这个选手啊 这个对身体心理呃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可能有一些观众听不懂的地方 就是说什么叫反关节或者怎么样 或者就说ufc他是他怎么样结束吧 对吧 他他一般来讲ufc当然和拳击一样嘛 就是有很有不同的round 然后那个一个round的来 但很多场场合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ufc的这个搏斗是非常非常的高度对抗和他也没有像拳击有那么大头的那种手套去护聚哈 呃很多场场面会出现一些所谓的KO场面 就是knocked out的这个选手在在对抗的过程中就被对方就是暂时的直接打击到自己失去意识或者是没有办法自我防卫 那还有一还有一种叫tko就是说技术性的击倒好这个是一般是由裁判员去做出判断的也就是mark smith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们得去呃通过一些信号这个我我就不细说了那除除他们之外呢 其实场边的一些医生哈也是可以去进去干涉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个人比如说流血流的特别的严重 然后他们据他们判断比如说他的骨骼已经是断裂了或者肌肩已经拉脱位到无法继续比赛的时候 这医生也是可以跟这个裁判员去沟通去终止比赛的那还有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本方的有一个他们每一个选手都有一个叫corner man 就是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都要占据一个corner一个角落吗那他这个corner man会去跟裁判员直接讲就说我们也可以说让他去submit 那那还有这是kotko还有一种submission就是说由选手自己发出的一个信号哈就是说选手本身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比如说很多时候是因为呃被控制之后 然后比如说被这个锁住咽喉之后实际上是很容易这个呃他自己也知道说我不能再继续下去我我这肯定是已经是我认输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比较tricky的地方哈就是说这个当被锁到这个咽喉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技巧的时候呢这个选手有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out了就是说他还觉得自己那个脑中的他会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记忆的空白他不会意识到就是说他已经是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或者呃对他已经失去知觉了但是当一旦就说裁判就说 呃干涉之后让他让对方进攻方松开之后呢他马上又回到这个在他失去意识之前的状态他还在继续fight甚至这种情况他有时候会很confuse啊就是说他不知道跟谁在打有可能看到裁判他也会去打裁判的呃所以说呃这个这个是也需要一些经验这个Mark Smith就说嘛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选手他那个情绪 也是非常非常呃激扬的哈你他再加上他他不知道自己刚才发生了什么所以还需要去和对方的自己和对方选手的这个教练啊什么最好找一个就是说这个选手他比较信任的一个人 然后上来就是告诉他就是说你刚才真的是已经是out ok那他才可能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呃很有意思然后我还听说这个报告里头听到一个让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有一些选手哈他的那个关节呢是非常非常灵活的我们知道就说巴西柔术啊在ufc的某一个呃武术的流派 他是喜欢就是说控制到就比如说我我我把我一个体态不好我把你完全控制之后呢我是给你持续施加压力我给就是给你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要再不屈服去认输的话你的可能是肘关节或者说甚至大腿的膝关节是有可能直接被掰断的是会造成一个严重的气质性的损害的那那那大部分的选手就会去拍嘛然后拍地或者拍这个拍这个对方的选手就是 哦我真的认输了我已经被控制了可是有一些人他天生秉异哈骨骼惊奇哈他的那个关节是可以双向运动的有这样的选手那就会有裁判就是说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哈他被控制其实他的胳膊已经在我们看见已经折过去了但是实际上他觉得OK那这个这个时候就是在在在一个就是也是要求这个裁判员哈其实对在比赛之前就要对 对选手进行一些研究你知道吗Mark Smith他就说我在每场比赛之前我都会想办法尽可能多的花很多的时间去看这个选手两个选手的这个过去的一些录像哈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有了有大概会遭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打击才能够挺着住我就说他得知道这个人的这个tolerance他他能忍耐到什么程度 然后最终才去做出对对他最后做出这些判断是极有帮助的所以说到说到这么多呢其实这个裁判员和这个整个UFC的这个裁判的这个体系啊它是其实是一些宗旨我们就已经大概了解了 那我也听这个更更完整的一些叙述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就是说裁判员当然是第一的宗旨哈其实就是说保护参赛选手的这个安全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一个非常呃不可接受或者不可逆或者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一个伤害哈在这个伤害出现之前呢就赶快把这个比赛终止 那因为因为其实比赛的结果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差不多可以定下来我们不需要看到那个严重后果出现的时候再去说啊这个比赛看起来是谁输谁赢没有必要所以他们第一的要务就是要保护这些参赛的这些UFC的fighters这些真正搏击的人第二个他们当然也要也是某种规则的一个一个一个执法者啊他是要惩罚这个犯规的人然后包括 就是说要要能够看到就是说他他这个犯规的这些行为他其实是不需要考虑观众的感受甚至不需要考虑UFC本身的这个利益比如说很多比赛那你当然说比赛的越长你可能中间能够插入广告的电视转播权的那个这个收入可能会是有变化的哈但是他不需要考虑他就是为选手负责他就是为这个运动本身负责他不用不为观众负责 也不去不不是真正的为这个这个赚钱的他雇用他的这个UFC来去去去考虑的然后呃他也他他甚至说你知道多么去兼具这个工作他他自己还要去经历呃去体验这些各种可能被技术性击倒或者说out的这种呃 这种身体上的一些痛苦啊他他他他可能不是所有的裁判都会做但是Mark Smith首先因为他可能也喜欢这个他就真的去去尝试各种的说比如说我被锁喉了之后我这个窒息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我我被反关节之后我我能承受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他会真正是说用把自己的一个同理心放在他这个执行这个裁判的工作里头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和让我 我没有想到的那同时作为一个执法者哈就是说你你真的你你得说首先对这个公规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恰恰知道就说UFC的那个规则哈是非常非常长的呃因为他他是可以他几乎是现在现存的这些搏击的这所有的竞技运动里头是规则算是首先他他允许的东西是最多的但是其次就是说他的规则 也是最多也是最多的因为他他可以允许你用比如说摔脚摔跤了呃台拳道了泰拳了啊然后巴西柔术了然后呃呃台拳道柔道摔跤都拳击这些技巧都是可以使用在你这个UFC的这个比赛当中的但是不代表就是说还是他还是有一些故事情是不允许的 比如说踢下体了然后这种小关节的这种你不能掰断人的指头包括就是不许用用手指去戳人眼啊不许去掐人家去去抠人家等等还是有很多很多具体的这种细节 所以你就看就是说UFC能把这个生意做到这么大啊他真的是因为说这是一个商业规则商业运作的这么一种文明在里头啊 你像我我们就想起来就说中国的这个什么前一段时间特别勾勾威柔的一个笑话啊就是这个叫马宝国这个被这个是徐晓东还是他的弟子打我不我还都忘记了 马宝国这个黑的肿的眼睛对吧他对的镜头啊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这个这个就成为一个笑柄嘛对吧 说但我们不是说这个事哈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暴露了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竞技体 体育哈其实特别是这种补搏击的这种这种体育他缺乏规则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文化里头没有孕育这样的一种呃可以持续操作 然后让人觉得公平的这么一种体系这个制定这种规则本身需要达成大量的共识哈这个中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你看他现在能赚这么多钱但是他是怎么样走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哈这个是里面其实是一个文明的一种外话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觉得说什么不讲武德哈这个武德这个是一个屁话就是说这个太空洞了你你你怎么去定义武德武德是通过规则去定义的 ok 所以大家才觉得你可笑就是因为你你不是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口头上的挑战了吗什么都可以用那为什么 你又觉得说人家在把你把你打打成这样是是缺乏武德的呢对吧 我还听到Mark Smith讲到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规则还是在不停的演化当中的这个其实也是也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就是说问题是有新的问题总是会不停的涌现的在这个UFC的打搏击里头也是Joe Rogan也说你看近几年有呈现一些某一些technique就是某一些打击技巧的一些呃 大现象式的涌出大家都觉得嗯这一招这招先我我们就用这招吧大很多人就开始采用某一招这一招呢就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伤害或者对对方的一个重大打击那这个使得就是说呃对某首先对对比赛公平性来讲可能不是特别有利的就是也许是不是这招就是说太太阴了呢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不是伤害的和这个比赛有一点点不成比例呢 那我们就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规则上进行一些演化和修改那他他们在修改这些时候呢裁判他们是有一个裁判委员会并且和这些真正做生意的这些商务部门也好或者是说这些主席也好他们是有一个委员会要去debate啊就任何这些规则的改变是需要一个达成共识 然后去真正把你反方正方的意见拿出来仔仔细细讨论 我们在什么样的原则之下修改这个规则 所以我们首先还是得认识到就说这些规则的存在哈不完全 我知道说很多人说啊这不就是为了赚钱 no我觉得说首先赚钱之前还是真正在想就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哈 人们为什么要看这个人们也不是说简简单单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嗜血哈 那为什么不回到古罗马斗兽场呢对吧那是因为我们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伦理 就说你你怎么能让人和老虎打对不对你怎么能让人死呢 我们是不是要让人去受伤而是我们要去欣赏人所谓上帝造上帝造出来人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潜能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素质 这个人的心理可以强大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以居然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痛苦啊巨大的疼痛 然后去去和对方真正进行对抗这是一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崇高和和noble的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很多人不同意我我也尊重各样的样式 我也觉得有些时候的场面的比赛确实非常的残忍确实是非常我看的也是那是veser的感觉哈 那是真正是发自肺腑的我们能感觉到那种紧张和焦虑和那种胶着感 因为你经常看的打一场比赛才打了可能不到一个回合地下已经满满的好多血迹了血迹斑斑的 这是UFC比赛经常出现的这个东西这个运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能够喜欢的 在美国我相信也也都是我们更常见到这个运动转播信号的就是说在啤酒屋啊在酒吧啊在BBQ的这种场合哈是是真正是以这个大部分消费者是男性为主的这么一个非家庭聚会的这种场合 会会放这种东西会比较多那我同时这个UFC你看我我们再说一些题外话UFC他这个运营的这个也是他也在经营这些人物的这种角色和魅力哈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有一些明星 以前美国文化有一个叫wrestling哈他那个更摔角游戏啊他更像是一个表演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nickname 然后他们是有有很长的一个故事线的每个人他负责一个自己的一个角色的发展 但是他那个更多是一个表演性就是看起来也蛮危险需要这个professional的人去去做啊他们也会退休的时候满身都是伤但是和这个UFC 所以UFC是真正的是在在人和人在打所以UFC这近几年有有几个最重要的明星啊我相信就是说你也不一定非得喜欢但是您可以注意一下这些人一个叫从爱尔兰来的他是爱尔兰裔的吧就是叫叫connell mcgregor呃就一般大家就叫他connell这个人就是说他的特点是非常的呃爱吹捧你知道爱吹捧自己反正就嘴巴很大见人就老是贬低别人 老是吹捧自己非常的狂傲然后非常的呃喜欢去奢侈的东西啊反正就是显摆对吧然后这也是他自己的那个persona的一部分那UFC也也肯定我觉得也多多少少幕后可能有有意识的在经营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经常还有一些滑边比如说场外他就跟别的人的别的选手去又砸人家大巴了或者是说打人家的那个其他的crew member啊什么 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一个就真正叫all time的vip啊近几年就是一个从俄罗斯来的呃他他叫什么他打打达吉克达吉克斯坦达吉斯坦达吉斯坦那么一个地区来的这么一个白人叫khabib呃他的the last name非常长反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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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啊我就记得什么newmore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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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啊 啊这个人非常的自虑啊然后他这两个mikemikemike那个conor和这个khabib就有有有有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就创下了这个ufc至今以来的这个就是呃配perview的这个就是点击付钱观看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历史记录 因为这两个人实在反差太大了khabib呃是那么一个狂妄的人然后这个khabib呃呢本身是一个穆斯林你知道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非常的自律从来不party从来不不不和人social然后对家庭无比的忠诚没有任何爱好然后就是喜欢这个从来不喝酒呃那么一个人这这两个人的比赛哈就是就非常的引人注目最后就是以两个人最后是以那个khabib在这个第4回合我记得是用这个也是某种锁锁猴的这种技因为他的这个地面功夫很厉害conor拳拳拳头非常的厉害 又又准又准又狠然后khabib基本上就是他一上来就把他先先爆爆摔好然后放在地上之后慢慢蹂躏他然后让他的力气慢慢消磨他消磨他的斗志和体力 然后最后找到破绽之后就直接把他锁到快窒息然后conor就认输了呃反正就是就是这些这个比赛本身哈是是肯定是有一些争议的 但是我也同时得承认就是说他的商业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从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满足了我们这种比较还是存在比较原始的一些就是说或者动物性的那一面的一些一些愿望或者是说观赏的这种愿望哈 但是我们再回到这个Mark Smith这个人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所体现的这种呃真是一种裁判员的自我修养哈原来我记得习之王周星之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哈 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戏剧理论家写的这裁判员也需要一个很好的自我修养这个人不但说学过机械然后拿了两个硕士好像然后自己本身是对这个人体运动医学也很了解啊什么的 他真的他的经历哈不是说一般的出色哈他他讲了一个小段子他讲说他当做飞行员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内华达的这个空军基地 他们去测试测试一个 的战机的雷达反正人家告诉他说有一个飞行任务哈你去你去然后他飞到那个加州的这个死亡谷国家公园的上空吧 Death Valley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看雷达然后人家说你看雷达上有什么呀然后他说什么也没有呀 然后说你往你的这个右边看一下他往他自己右边一看是美国的就是B2隐形战略轰炸机哈 就是那个奇形怪状是一个好像是大三角形的那么一个隐形轰炸机就在他的旁边 他说哇他他他自己是觉得对对美国的这个军事能力是非常非常自豪的哈 当他说起来说啊中国俄罗斯啊他们是也是有点有一些战斗机 但跟美国的比起来还还差的还远着呢哈 反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一个裁判的人身上哈我我真的体会到非常非常多的一种 首先就是说当然UFC本身的商业文明他的契约精神哈你要知道就说这这里头有多少个人需要去谈判哈 就是他要跟每一个选手要每一场比赛 然后这些这些这些deal哈这些都是一个商人在里面去就是叫carefully negotiated terms 这是每一个term都是仔细仔细去研究过的让大家都觉得说ok这样是公平的 然后在任何出现任何其他变数的情况下这个事情都不会搞到大家做不下去这个事情 你只有说在这样的一个契约精神之下这个运动才能这么有争议 然后就能做起来越做越大越做越越越有钱越做越有影响力哈 然后这些裁判员他们本身他们他们对自身的这种要求哈 他真的不觉得说啊我只是一个帮凶哈或者帮贤 我他觉得我是一个真正是掌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判断的人 我必须得去去去把自己准备好我必须得去胜任这个工作 我必须得deliver那个justice啊 他他们真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去成求真的怎么样的一种一种一种品格在里头 所以就说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我我为什么想分享这个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是一个我认为美国好的一面的一些表现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运动本身有争议 但是我觉得他他他能把这样的一个体系做出来 能把一个这样的东西做成这样的现在这样今天的样子 我觉得很了不起 也值得大家去深思 为什么马宝国就说啊年轻人没有武德这样的一个可笑的事情 而UFC可以在大家可能一半女性可能都不喜欢看的情况下 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文明的一个 有这样文明的基础才会长出来这样的一个成果 最后我再回到就是和和所有节目一样 回到一个圣经的一个讲解 不算讲解吧 我分享吧 我就记得说圣经讲说圣经的里头保罗是使徒保罗讲 就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是都有益处 在这个事情上也是这样的 可能你打打拳的这些人确实是 也不是说你不可以打 因为你凭什么去限制别人去去做这个事情的 很多男人他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体能的这种训练 或者说在这个搏击当中 其实他寻找了一个人生新的方向 你知道他他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那他这个本身身体的这种对抗 我也还是觉得说他有他比较高尚的一面 然后他他也能让我们看到体育精神的那一面 就或者那你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踢球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有奥运会呢 这就是人在追求更强大的自己的一个外化的行为的表征 但是只要说保罗还说了 就是说关键是不要被他挟制 就是说你打这个事情是干什么呢 对吧 如果都是说就是为了把别人打倒 或者说就是为了这个比赛就是为了把人打死 对吧 那那可能这个运动本身首先在这个在在我们的文明里头 他也被会被淘汰的 他他我们不是要被他挟制的 这些运动员不是要被他挟制 这些裁判员也不是要为他挟制 恰恰是说裁判员本身 他们很忠诚的去做这样的一个 superior judge的一种角色 在这个游戏里头 他就是那一个judge 那那我再多说几句 就是说其实美国的独立宣言里头有一句 有一个有几个词特别提到 就是superior judge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人类的自然或者地球上 实际上是有一个高等的一个裁判官的 一个判官 一个一个终极的一个法官的 那当然他这个语意原来的意思 其实就是指神就是上帝就是God 这个圣经卡所罗门也曾经说过 就是说上帝是见察人心的 在这个UFC的这个事情里头 就是说裁判你不能抱着一个荣耀荣耀自己 我看到很多那种中国的这种裁判 他去干涉这个保护选手 或者是要靠这个比赛终结的时候 我觉得他哇塞他那个动作夸张到是非常有娱乐性 然后很夸张 显得身手非常敏捷 然后把注意力感觉都拉到他自己身上去了 我不认为 当然是他的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不知道 可是我没有从这个UFC的这些裁判员身上看到那样的一个 showing off的那么的一个quality 他们都其实蛮低调 但是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还是所罗门说那句话 上帝见察人心 人所做的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这就是我今天从这个UFC得到的一些拉拉扯扯说了这么多 希望您能够喜欢 然后点赞分享 点小铃铛订阅 这样第一时间就可以得到通知 谢谢收看 就这样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